富里香第三届稻草艺术集即将在24号登场 今年从动物迷宗来发想 以稻草竹编之外 这次还结合国产柴等废弃砖板为材料 要在富里香稻田打造一座 稻草侏罗纪地景景观的装置艺术作品 目前社区部落农民艺术家也正紧锣密鼓赶工当中 有信心24号这一天 有20多件稻草侏罗纪作品准时出场 富里香农会稻草艺术季场地上 农家妇女姐妹们手脚快速捆绑稻草 要将现场两只超大猩猩重新换装一番 24号当天能重新亮相 三公顷的稻草 这绑啊 咱们绑很久了 有没有一个月 有没有绑在那边绑一个月 有了 而为了让第三届稻草艺术季准时登场 不仅富里香各社区部落学校 全体总动员 这一阵子都忙着赶工制作 农会秘书林辉煌周末假日不休息 紧盯各个作品的制作进度 这一次富里香农会第三届稻草艺术季 一定在12月24号圣诞节的前夕来开幕 为什么选择猪罗纪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 就属于动物迷宗的感觉啦 对啊 就是来这边有一个像我们电影情景 这样一个猪罗纪的公园的情景 今年迈入第三年的稻草艺术季 以动物迷宗来发想创作 第一年制作巨大的稻草星星打响知名度后 接续增加了竹编制作 手笔爱新的大猩猩 更吸引了大批游客民众来追星 而今年农会与农民艺术家 新增加国产柴料或废弃战板 要来打造一座农天版的猪罗纪场景 我们这一次都是属于中大型的一个恐龙 对啊 有暴龙雷龙什么都有 对 那大概数量有多多 我们数量是十几只到二十只的恐龙 对 由于除了要重新整理原有的稻草明星们之外 今年还新增一座新的稻草星星 另外再加上新出炉的二十多件猪罗纪恐龙动物大型地景作品 时间紧迫能否如期完成 不仅各社区部落及学校全体总动员 农会方面也紧锣密鼓的赶工 秘书林辉煌指出 因为目前各件作品都达到九成的完成度 因此渴望提前在二十号之前建制完成 二十四号当天有行星让猪罗纪动物们准时上场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